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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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能感觉到双方都是对各自的两个马都很重要 就是让它的子力更灵活一些 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我也想这棋应该是比较稳健的一个棋 这种棋就是飞向队过不报 从整体上来看 战绩比较长 像刚才说的就是每个细节都要注意 哪个兵要先拱 哪个兵后拱 可能导致的结果都不一样 那红方呢 你看这个比较积极的把编冰攻击 因为双方都有编码 这个码将来的谁的去向更合适了 那么现在红方就准备 借用这个编码这个优势 准备马鲸琴怕 来攻击黑方这个区 黑方当然不让来队 红方也可以走周二平六 那么黑方可以捕视 你打去他在周二平六 这儿呢 红方呢 子力向这边移动也是可以的 黑方阵型还是比较坚固的 这个够空炮呢就是 他在视角上有一个炮 无论是够空炮还是视角炮 他都容易结实这个阵型 红方就接受这个队兵了 这个队局 然后他又这个 他看到可以打这么一个编阻 可以呢 在进马一跳 跑一推二一退 黑方也就是向激进武先补了一手 对 因为这个棋也不怕他僵 因为僵呢没有用 你没有其他子力能够掉过去 反而这个孤炮深入 这个棋呢 就是逐步进入到中局这个阶段了 红方 可能 本来也可以这个棋可能做冰七进 下部棋在马九进八 有这个 黑方如果对边兵呢 对边兵他也可以这个 然后把棋 然后这个棋甚至可以往里边蹬 这是一个局部这个突破的这种手段 如果你爬三拼二 爬三拼一 红方掉头 爬八进六 当然这个棋呢 就是说这么走呢 也是比较冒险 那等于这边呢 黑方也有些陷入 因为这种棋走下 就有局八进气了 嗯 这个棋呢 很有可能双方呢 就形成了这个局部的这个 比较尖锐的这种斗装 那实战当中呢 嗯 红方没有走这个兵七进 好 红方是直接泡一瓶七 对 我先把这个泡对掉 他比较稳 那张小平可能 嗯 觉得这个棋呢自己呢 这个七入兵 他要想平方队啪啪啪丢兵 嗯 他想来一个B队呢 先把这个阵脚的稳住再说 这样红方先多一个边兵 嗯 再拱 对 嗯 这手对掉 应该说整体上来看呢 这个 今年这个 内蒙古一太队呢 这个实力还是非常 啊 这个 非凡的 对 最终有这个王天一 还有这个洪志 还有两名呢 来自这个内蒙古本土的这个小将 一个是玉强 嗯 还有 还有一个苏少峰 嗯 两位都是一个年轻的大师 对 他们这个队伍呢 在今年呢也是首夺呢 这个 全国团体几秒赛的这个冠军 那可能得了冠军以后 再打这个联赛呢 可能对 自己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这种压力呢 也是 无形当中的而来 那么这两个人的表现来看呢 这个李鸿佳呢 呃 接连呢 取得了一些 这不错的这个战绩 嗯 黑方马7600 嗯 这起 双方通过这个简化呢 这个棋局呢 就比较呢 平稳了 红方呢 也是想逐步呢 这个 通过进攻呢 来呢 迫使黑方的这个表态 嗯 因为你再不理的话 他马上进来 这个 也有些事情 这边肯定要赶紧解决 嗯 当时我 就是老师当时我的第一感恩 可能就是想 啊 赶紧军一平二队了吧 对军队的话 这个棋可能就是 双方基本上就是 合聚一定了啊 因为对于这个棋红方 也可以把这三名队了 对 黑方虽然少一个族呢 呃 但是呢 这个倒不要紧 啊 主要是你想着 这红方还多个边兵呢 对 所以就赶紧解决 就是红方呢 等于利用这种办法呢 是 好 稳容带凶 他多了一个边兵 有意呢想跟对方呢 熬战这种残局 啊 呃 就是可战可退的 这么一种姿态 嗯 那看黑方怎么办 那么黑方呢 李宏嘉大师呢 这个审局夺势呢 他也发现了一个好棋 啊 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反客为主了 他走马一架 这步棋呢 一处呢 确实呢 给红方一些压力 嗯 这个粗干下棋 有冰激进 但实际上没有用 他拱掉你 你猴拉马的时候呢 可以马六斤四 对对方可以两个马连住 下部有狙击 这个 啊 拖先的棋 那么这个鞋 你看如果你要走红的 你觉得应该怎么走 应该怎么 下呢 嗯 就是当时我看到黑方组这个马一间二的时候 我就在想啊 这步棋怎么把自己的机会还挡住了 但实际上是一部很好的一个棋 然后我当时看对局的时候 我觉得红方走的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我觉得补个事也很正常 的确是这么想的 对 但是往后再看下 实战红方补的事啊 对实战是这样不是 但后来分析的话 可能就赶紧冰三进一把这个三路兵给对开 把这个三路马给走火 嗯 这是很关键的 呃 一个走过三路马 再一个在物质上呢 这个减轻一个负担 因为这种兵 我们大家知道 这个足拱了起来以后呢 嗯 这个成为这个尖兵 啊 这个兵呢 它很大 啊 因为它一个是克制 红方这个马的活跃度 另外呢 它这个足是有根的 对 你很难用大子把它消灭掉 一般啊 你把这个兵呢 能够对掉呢 这个不施为一种呢 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选择 啊 但实战当中 红方补的招式啊 他可能觉得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棋呢 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黑方接下来 强行呢 进马 好 这样强行气一个式 这个 这个非常的凶狠 那红方炮流进武 他也只要打啊 这个炮也不好再逃了 那黑方式武器再吃掉 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就是面临着一种 两难的这个选择 嗯 如果你吃事的话呢 你整体的动作呢 要慢 你要是这不吃事呢 将来呢 黑方两个马已经活跃了 你要是 与对方 对抢速度什么的呢 也肯定容易吃亏 嗯 所以说这个棋呢 嗯 作为红方来讲呢 他吃不吃事 可能临场也比较纠结 但是他最终还选择了吃事 另外一种呢 就是考虑走 这个马运回来 将来怎么再调整 可能不太肯吧 就是先吃一个式 先夺个物质力量再说 嗯 这样 让它吃掉 吃了也没有原则性错误吧 如果它举一片 一点 虹方再回来 黑方再马四斤六 交过槽 虹方只能 补一手 黑方就举二斤二 这接连几步啊 黑方呢 就是走的也比较强势 等于黑方 这个转换这个次序 就是说在这个上马之前 他这个多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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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防御嘛 这儿等于红方这个兵线呢 被黑方控制住了 特别是三兵和中兵呢 将来一旦要失守呢 可能会面临呢 这种少兵的残局 他这个棋怎么走 就是比较呢 有学乱了 嗯 那么事后呢 我们开始呢也没注意 所以后来我们这个通过这个研究呢 这个感觉呢 那红方这个时候 他实际走兵部棋不好 把自己的阵型啊 进一步走松了 实际当中 红方应该补一手势 啊 如果你这二兵有吃 红方呢 可以考虑走回马 下部棋 我要马四斤二 完成这个防御 那我这两个兵就有根了 那么黑方 一般来讲 他要登这个兵呢 这个时候 红方再走马九斤八呢 把这个马呢 遇上来 来进行反击 黑方如果退马保的话呢 红方可以 这个鞠六腿三 下部用马法进行登兵 这么下 如果要正常发展下去呢 就说红方呢 尽管弱势一点啊 但是问题呢 不是很大啊 基本上双方呢 这个市局最低 那这个张小平呢 也非常这个可惜 他这个可能 呃 没有想到啊 这么远的这个路程啊 之后能够完全能够守住 对 他走兵股心以后呢 这个阵型啊 整个啊 就是走的松散 结果黑方就顺势啊 此地前进 回马一登 他可能当时啊 觉得这个回马登啊 只能退回来防守啊 可能红方就能完成这个 比较好的防御 实际上呢 黑方这么保住以后呢 红方这个棋还是比较难受 他知识又不好 又应该先回首相 防止他完全 结果黑方见份插 马就插进来了 就这种棋呢 呃 临场当中呢 往往呢 这个绝对胜 居双马的居双 产生这个麻痹大意 而实际上呢 由于这个棋 黑方的位置比较好 啊 红方要想 顺利地完成防御呢 他必须要走得比较精细 结果走到这里呢 应该说黑方形势呢 就是有了一个明显的这个前进 红方两个马还是比较笨 对 然后向我推三 作为红方来讲 这个棋就有点岌岌可危了 对 向我推三 他很无奈回向 人家一江 然后这七族过来了 主要这个族很厉害 把红方的两个马呢 克制住了 黑方呢又必对 在马西进九 等于红方这个马位呢 又比较差 所以红方 你看走来走去 这两个马很痛苦 对 这个吃了一个试 但是两个马位太差 他是走上 马三推二 然后主旗平友 他飞个向 他想把这马蹬出去 因为你现在你不能直接马五进三 怕对方居六平七 对 有这个沙江的骑 还有居六三 还有吃马 现在黑方还是居六平七 对 黑方平居不让他这个马上来 他并不急于吃这个中族 这点也值得大家 这个 马二进一 体会吧 马二进一 然后他马九腿八 他两个马连在一起 这儿呢 就说红方呢 他实在逐步的 就看着形势越来越恶劣 他也失去了 这个抵抗的这个耐心 他走的就有一点随意 结果被黑方呢 迅速呢 这个 入局 他居一僵 然后我们看啊 他马一僵走得很精巧 他如果去登市呢 他换掉以后啊 这个其黑方要想取胜呢 还要破费周折 他先马一僵很精巧 你不能退市 退市他就砍尸把你僵死了 你试也不能支 只能上 然后黑方最后要去居四平二 叫杀 这儿红方这个马呢 就很难保了 就丢了 这骑落势也不行 落势他点一僵 把杀也登死了 有一个这个退马 对 这个是居马冷招 所以最后一段呢 应该说黑方呢 这个李鸿佳大师呢 抓住红方这个阵型的弱点呢 这个居装马呢 走得还是非常的精巧的耐人巡肺 那好 这盘对局呢 就给大家呢讲解到这里 稍后呢 还有精彩的对局再带给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第十轮 潘振波对阵汪洋的一盘对局 嗯好 潘振波和汪洋呢 也是这个出道多年的老棋手了哈 潘振波早在这个2000年呢 就获得了这个全国亚军 那次其实比赛他也特别有机会夺冠 但是最后呢 三个人争就是汪洋 潘振波还有洪志 最终是洪志呢 比较幸运呢 战胜了汪洋 获得了最终的这个贵冠 看 这一晃都十几年了 那潘振波呢 应该说这个杀力也非常强 那么这几年呢 可能这个身体呢 不是特别的好 有的时候这个 可能比赛也比较劳累 这个比赛当中呢 这个也比较认真吧 嗯 汪洋呢 是在湖北队 这一支效力在湖北队 好我们来看这个对局 啊 双方是以中炮进三兵 对苹果马开局 那潘振波呢 抽到这个汪洋啊 汪洋大家也非常熟悉 这个去年在向脚当中 也是呃 表现非常好 那汪洋这个选手呢 就是呃 每年都是向脚当中 这个胜率榜 都是前几位的这个选手 啊 其中有两年呢 我至少有两次吧 都获得了这个 呃 胜率王啊 他去年也是 就是等于最有价格的棋手吧 就是得分最多的 包括去年 这个棋呢 就是说洪方呢 采用了一种呢 比较稳健的这个走法 所以进一度呢 也比较流行 就是洪方比较容易 把这个节奏呢 控制住啊 可以选择战斗 也可以呢 啊 控制住呢 呃整体的这个节奏 泡花瓶漆 马三价 因为要具体平衡量局 这个兵也不敢吃 不能吃 红方呢 这个棋呢 呃 对拘 黑方也只好接受 如果你要是拘平棋的话 他这个 啊 将来这个 阿鲁玛太孤了 太孤了 对对对 太危险了 还有拘久禁武啊 这些手段 嗯 总之呢 就是说洪方采取的这种 打法呢 啊 比较稳当 不让你呢 这个有更多 黑方呢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往往就说的 呃 对手是比较超强的选手的时候 这是一种呢 行之有效的这个战术啊 当然这个细节呢 大家也可以去上网搜索一下 类似这样的对局呢 也出现了不少 嗯 那么我们为什么把这盘棋 特意找出来呢 这盘棋呢 双方下的呢 还是很有味道的啊 它是先 不像 不光 马九存八 这个呢 走这个棋 走的最好的呢 哎 现在 马二进三 他马二进四 走这个棋呢 可能 我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这个 上海队的谢静 他走这个棋 非常娴熟 啊 他是去年个人赛的时候 下过两三盘这个这个开局 对 就说这个棋呢 洪方呢 利于把握先手 不容易呢 出现了故障啊 如果你要接受换呢 我就把这个 炮换掉 将来我肯定能找回这个十足 洪方呢 非常容易控制这个节奏 那么汪洋呢 他 面对潘仑波这个 比较稳健的这个选手呢 他也采取了这个 建筹拆拆 啊 他也不轻易呢 与你呢 这个达成合局啊 他也尽可能跟你 采取一些纠缠 当然也是 见机形式 嗯 洪方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炮五金四的好奇 在局部上呢 来 把黑方这个中族呢打掉 这儿在物质上呢 就是 找回这个啊 十足 对 黑方炮八瓶 洪方批八瓶三 再对调 然后炮五金四 先换 对 马上去 马上去 他为什么要交换呢 因为如果不换的话 洪方打他 打他以后马上去三 又多了一个组 就说的呢 这个双方布局呢 就是 应该很平稳的一个组 进程也比较快 嗯 洪方马五推六 嗯 这番型呢 开局呢 倒没有什么特别的 啊 地方啊 就是一个 比较常见的 这么一种做法 洪方比较 简洁的控制住了局面 不让黑方呢 有更多的变化 这么一种打法 嗯 但是呢 后边呢 就是残局的这个交流了 大家这个众所周知 这个相机的残局也比较难下的 对 就是像这种潘胜波呢 呃 这个当然他也是业余豪翔出身 他是来自辽宁盘锦的这个选手 啊 呃 他的这个从小呢 也是跟着这个当地的那个周俊来 这个好手的这个学习 那潘胜波呢 也是很有这个 这个奇才的这么一位选手啊 呃 力量很大啊 啊 这个 呃 也经常呢 以这个这个战术打击啊 呃 铸成于这个棋探 我会把马六正大 好 好 一张四 就是说像潘胜波这种 呃 水平不错的选手呢 就是说掌握棋 这个棋呢 看来呢 就是他也有一定难度 就这个棋比较活啊 啊 啊 这个残局当中呢 非常体验了一个人的这个功力 当然汪洋的残局下的非常好啊 啊 他也这个一个是在这方面的功夫下的也比较到 而且也经过这个千水百炼 这个其实双方是子力是一样的 有时候就 对 三个兵对三个足 啊 双马炮对双马炮啊 啊 位置呢 略有不同 那么红方呢 觉得呢 有机可乘 就先把这个兵打掉了 实际要想稳的话呢 也可以先补一手相 啊 他打掉呢 也无可厚非啊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打完兵以后呢 不利的地方呢 就是黑方这个马呀 趁着这个边线突破这个机会呢 就钻出来了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他如果再对兵的话 就动作慢一点 但是也可以 但是这种棋呢 他往往这个速度快 借着咬兵的这个机会 直接就来 马九九八 走到这个卧槽这个地方 对 然后马九九八 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炮呢 相对来讲呢 这个空间就小了 因为你横向 移动只有这一个位置 竖向暂时没有效用 所以红方呢 就是走炮一片二 炮一片二 他希望把这个炮呢运转回来 然后黑方抛而退一 嗯 这个棋就形成了一种什么样的 啊 对空局面呢 唐太这个棋 我想问你啊 如果你走到这儿 你选红的还是选黑的 然后你把你的道理给大家说一下 哦 为什么选红的 或者为什么选黑的 走到这儿我想 当时我认为我还是愿意选黑方吧 嗯 因为我觉得黑方这个 有一个卧槽马也挺厉害 而且黑方的子力就是比较开展 嗯 红方这个两个马 我没有办法给他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位 而且还有这个 红方这个事项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 所以我觉得 对 你说的不知道怎么补的意思 就是不知道怎么把它 调整好 对 协调的 能够把阵型鼓握好 因为你补完试以后 这个卧槽马这个威胁还是有的 但是你不补失败 在这儿放着也很尴尬 嗯 那有时候就不补了 对 可能 当然红方实战也是没有 没有理会这个气 他是走趴尹三江了 嗯 这个旗呢 就是确实呢 这个林场呢 不好下 嗯 好像这个 有的人说 这个像旗最后那几个子可能好下 越来越简单嘛 其实也不是 对 由于这个没有居的旗呢 也成为一种马化残局 像我们所说的 他这里面呢 更需要一个长久的计划性 对 战略的前瞻性 还有这个对局部 这个战术呢 你要配合你这种战略思想 你比如说当前这种局面 黑方呢 是少足 但是他的位置呢 比较靠前 对红方的这个帅府呢 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就是说 红方如果你硬不好的话 黑方这个席呢 就有可能 这个形成 比较决定性的攻势 对你啊 老将就 老帅就构成了真的威胁 那红方现在只多了一个兵啊 那这个多这个兵呢 暂时又发挥不了 进攻的这种能量 那红方这个席是 进攻呢 还是防守 所以对于我们很多爱好者来讲 他们有时候也跟我聊一下 就说这个残局挺难下 摸不着 对 有时候很犹豫 一会想进攻 一会看着又想防守了 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爱好者来讲 要多学习这些经典啊 就知道这些战术组合的这些关键地方 什么样的棋 能够形成一些杀棋 另外呢 怎么从全局的观点来讲呢 来把握啊 这种节奏 什么时候该进攻 什么时候该防守 就包括我们一些这个职业棋手 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参局运用的这种 非常运用自如啊 当然这里边高手也很多 比如说就像年轻的棋手 像许云川啊 像什么汪洋啊 这个包括什么赵琴 想穿他们残局也都不错 像老一代棋手 像胡荣华胡老师啊 吕欣啊 赵欧荣啊 刘大华啊 李来群啊 这些残局也都非常的出色 所以说作为棋手来讲 你这个棋艺风格比较全面 就功夫要全面 特别是残局这些的 这个棋呢 红芳啊 它是选择了轿江 它想阻止黑芳炮的移动 因为你要退下的话 那你这个中子就空了 那黑芳不是 红芳再把炮退回来 它想退到这个 盒样的地方呢 将来能够正中呢 对红芳有一种牵制 它现在你江呢 它能上降 暂时也不要紧 所以黑芳呢 黑芳就一直没有去江港 对 看你怎么去补 黑芳接下来走士尾金寺 黑芳把这养养式就织起来了 那么现在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要讲的快点了 简单的说 红芳这个棋呢 事后来看应该走不是 如果它一僵的话呢 看起来危险 它照炮 炮二平六 红芳可以中一僵 然后将来以后 就拱这个边边 所以这个棋 从长远来看呢 黑芳这个马呢 过不来 也很难形成这个杀棋 因为你马上去六江 它就跑到牛自殿上 你登一个中式 你不要紧 这个三路马过不去 对 但是这个棋临场呢 要这么走 要有很大的决心的 因为这个毕竟这个 我才马老吊着 对 老帅这个泡啊 这个泪 灌着 这个人 这个容易很危险 他实战当中一僵 那么对方出脚 他没有 没有支撑的机会了 那黑芳炮二平衡 把这中兵呢 打住了 这儿呢 来看呢 因为红芳呢 这个中兵失守呢 这个局面已然跌入了 这个完全的下方 好 一打 这个棋的红芳 应该走马六退四 守一招 比较顽强 能够守住 挂脚和卧槽 对 他想让这个炮退过来守 结果被黑芳这马一退以后呢 红芳这马过不来了 你看说这个棋呢 红芳这个棋呢 就是非常被动了 可能推炮这部棋 一下就差很多 他就进炮 这个双方又僵了两军在这儿 一僵他又回来 他又回来 他又走 黑芳进降 我们要速度稍快一点 黑芳又进马灯 黑芳走马五进七 这一点呢 就是黑芳呢 集中子力向红芳 又一阵地伸透 这个棋呢 本来也不是很要紧 红芳比如说走 拱个边兵 或者马八进九 或者马八进九 赶紧跳上来 对 红芳太阳走马六进四了 因为你现在不能走 现在一走就炮丢了 白灯了 你炮没有地方走 有个巧招 那红芳太阳走马六进四了 所以这个棋呢 这个在这上呢 就出现问题了 然后马七进九 他这个棋没有注意呢 黑芳有这么一段好棋 是一个先手 对 他往后呢 就是黑芳这个子力配合 非常的驾行就熟 他退马准备马七进八抽炮 等于红芳这又摆走了 黑芳炮五瓶九一打 那红芳跳呢 红芳上马 希望来对此减击压力 黑芳又有一个妙手 马九进八叫 叫杀 红芳只能躲炮 因为你不能炮的平息 炮的平息他一将 马七进九把你的炮 就蹬死了 对 他没有办法 然后红芳一将 电炮马八退七 双将 红芳只能 你不能上炮 马七进九会丢炮 对 这你这个炮呢 这个位置呢就高了 黑芳后马进九 还是进马 好 这个时候呢 红芳走马八推六 实际上呢 可能也不太好 他可能想马六进五 你觉得走了什么 更好的 他这个棋 可能也就马八进六吧 下上走算了 对 赶紧往上跳 如果你跳马 我不行我上算 对 然后 实际当中呢 红芳走马八退 他想退这个马 结果对方一跳 他把老家逼三楼 他退炮 他这时候又下了个降 这时候可能顽强点 马四退三好一些 嗯 这个是好奇 这个唐丹的这个发现的 在摆棋的时候太高了 红芳一跟走马四退三 这个棋 差一点还不至于马上输 他下降 结果实际当中呢 红芳是走到下降 马七进九 结果黑方都是先手 那黑方呢 故意让你老将下来 进去以后呢 这看着安全 但实际上还很危险 他再一退 现在又准备 炮九 进八一将 这个棋 红芳呢很难应 赶紧先平 这招棋呢 也是无可奈何吧 他如果走十五金四的话 这个跳一将 这个像也就 跳一将进将 马七退五一将 这个先手登向了 红芳觉得可能 这个像丢了肯定也不好玩了 但实际上 走这个炮以后呢 黑方这时候有一妙手 炮九进七一打 把这个马呢 后会被打死了 他这有这个 没办法 只能长一步 又一个马七八灯 一走 这个灯得非常巧 又一将 然后他一将 然后马七六一灯 这儿呢 这个炮九进一呢 已经形成绝杀了 对 那这一代呢 就是双方这个 双马炮 这个御用的非常的娴熟 对 值得大家仿佛玩味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也只能给大家 讲到这儿了 但是这一段 确实汪洋呢 体验出这个 一楼高手的这种风范 这个子力的配合 非常的精巧 值得大家呢 这个学习 那好 那今天的这个两则对局呢 就介绍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呢 2014科学游戏天下奇异的 全国香港联赛的比赛和节目 好 感谢您的收看 那在这个期再见 然后挑麻将 将 将 好 这些 他 这个地方走的比较好 好 这两个马 他